哈囉我是湘婷 又到了科技Give Me Five的時間 每週五用短短的幾分鐘 跟大家回顧這週的科技大小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進入正題囉 中國第二大短影音APP快手 在上個月在北美洲推出了一個短影音的服務 叫做Zen 上線不到短短的20天 就成為蘋果App Store最受歡迎的免費APP 那大家有使用過抖音跟看過抖音嗎 其實它在上面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他人在跳舞或者是表演的影片喔 不過跟抖音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不只有娛樂 它還有現金回饋的功能 只要使用者邀請一個人下載使用 就可以得到20美元 換算台幣大概是600元 另外用戶的觀看或者是上傳影片 都可以再得到點數 那你就可以用這些點數去換取現金 而外媒指出Zen在短短的時間內 可以打敗長敵抖音 是因為它們撒錢不手軟 像是這種付費給用戶換取註冊量 在中國其實蠻常見的 不過在北美洲幾乎是不可能出現這種運作模式 所以在當地就造成很大的迴響 HTC釋出6月16號新品發表會的邀請函 在邀請函上面你可以看到有兩款手機 外界就猜測說有一款可能是中階機 另外一款可能是5G手機 隨著各家的電信業者都喊出說 在7月份5G就準備要開台 各家的電信業者還有手機廠商都敘事待發 從今年3月三星就先推出了Galaxy S20系列 到了6月份LG跟Sony也推出了自家的5G旗艦手機 在下半年7月份華碩也預計會推出兩款手機 一款是ROG Phone 3 另外一款是Zenfone 7 而三星更是搶在蘋果之前要推出 Note20跟Fold 2這兩款手機 另外5G手機當然少不了蘋果啦 6.1吋的5G iPhone 12 確定在7月份的時候可以開始做量產 9月份就能跟大家做見面 那這麼多款的5G手機你會怎麼做選擇呢 趕快在底下留言跟我做分享喔 大家不要害羞 就趕快去留言 因為湘婷都會一一的去回覆大家喔 LINE最近推出了一個最新的隱藏式功能 就是把訊息設定成無聲傳送 湘婷自己覺得這個還蠻貼心的 因為可能你要回覆別人訊息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你又怕通知聲會吵到對方睡覺 或者是你知道對方正在開會 或是正在忙你不好意思打擾到他 都可以開啟這個功能喔 喔對了 前情提要一下 那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這個功能目前只開放給安卓的用戶 所以iOS的朋友要再等等囉 不過iOS的朋友也不要傷心 因為你可以先學起來 先了解之後呢 就可以得心應手啦 首先你要先把你的LINE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然後到設定的地方 下面有一個叫做LINE Labs 點進去之後呢 往下滑有一個叫做無聲訊息 然後在這邊打勾之後呢 這樣就完成啦 那我們來實測一次給大家看 怎麼樣傳送無聲訊息吧 先輸入文字輸入好之後 重點來囉 我們要長按送出鍵 然後它就會跳出兩個選項 我們選擇無聲傳送 那傳送給對方的時候 就會是沒有聲音的訊息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無聲傳送 目前只能傳送文字貼圖照片影片這一類的 如果你是要轉傳或是要傳送檔案的話 目前是不可以的喔 那這樣子你們有學會了嗎 如果不想要打擾到對方 那就傳送一個貼心的無聲訊息吧 這週的科技GIME FIVE跟大家分享了撒錢不手軟的影音平台 還有各家5G手機的機款 跟LINE超貼心的無聲訊息傳送 那還想看什麼樣的資訊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喜歡這支影片要記得幫我按喜歡 也不要忘了每週晚間8點的科技GIME FIVE 都會持續的做更新喔 那我是湘婷 我們下週見 掰掰